黃瓜平時我們大多數都是涼拌著吃 如果用來炒著吃,很多人都做不好 不是湯多了,就是發腥 今天就分享一個炒黃瓜的小技巧 出鍋特別的香 首先把黃瓜去掉頭部 然後再切掉尾部 接著在對半切開 再把黃瓜分成四份 黃瓜中間的羊給它去掉一部分 很多人炒的時候又愛出湯 如果把中間的羊去掉,就會好很多 口感馬上就會生一個檔次 接下來再把黃瓜斜著切成厚一點的片 如果切的太薄,炒黃瓜時就會非常的軟 口感就會不脆了 黃瓜全都切成厚片就可以了 下一步再來兩塊銜的五花肉 五花肉炒起來會出很多的油脂 這樣吃著才會香 切好後放在一邊備用 然後我們再來切一點薑絲 再切成末 小蔥 小蔥 切蔥花 如果喜歡吃辣的 可以再切兩個小米椒 下一步 下一步 把鍋燒得熱熱的 倒入少許油 油熱下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炒出油脂 這樣還能去除五花肉當中的異味 咱們把五花肉炒到微微變色 有一點膠邊的時候 下入五粒花椒粒 再下入蔥花、薑末 翻炒出香味 然後淋入料酒 讓料酒揮發出香味 淋入適量的醬油 再淋入適量的老抽 再淋入適量的老抽 讓顏色更加的有食慾 翻炒兩下 炒出醬香味 同時下入切好的黃瓜 開大火翻炒 翻炒一小會兒 加入適量鹽 適量味精 把調料炒化、炒均勻 翻炒一會兒 讓黃瓜吸收當中的料汁 黃瓜的顏色變成翠綠色 這個時候就可以出鍋了 關注老洋美食 讓你天天做好菜 拜拜 拜拜